第263章 彩下 夜少 这两个字将四周的人群震惊地哑口无言 目光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那饭店门口的青年人到底有多大能量 才能让这些人对他如此心服口服 那恭恭敬敬的模样 可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心灵上的沉浮 李欣然有些讶异地看着这一幕 那美目之中闪过一道一彩之色 貌似他有些小看了身边这个家伙了 伴住赤虎吗 李欣然饶有兴致地看着夜寒的侧脸 此刻 吴天旭震惊了 跟着他一起来的那群附加子弟同样震惊了 夜寒竟然有如此大的能耐 吴天旭有他们这些人附加子弟造势 但是 夜寒一个电话打出去 山海市上百号附加子弟前来为他造势 相比较之下 他们就像是萤火一样 根本没法与之相比 吴天旭身后的那群附加子弟有些震惊 畏惧地看着夜寒 这家伙有如此大的能量 可笑他们刚才竟然去嘲笑 讽刺恐吓这么一个低调的牛人 想到这里 他们的脸上就冷汗直流 夜寒有如此大的能量 如果要反过来对付他们的话 那他们这群人就完蛋了 吴天旭的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他感觉自己的脸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他嘲笑的夜寒 狂言一个电话就能让他滚出复旦的夜寒 让他一辈子成为乞丐永无出头之日的夜寒 那一个电话之后 山海市的附加子得纷纷前来 轻描淡写地回击 比狠狠给他一个耳光 还要让他难受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只见夜寒这时说话了 他看着来到这里 那百多号附加子弟说道 感谢各位赏脸 此件事了 辉煌酒店 我夜寒请客 夜少客气了 上百多人纷纷激动兴奋地开口 能让夜寒这个眼下华东地区的牛人请客 这说出去 他们都感觉十分有面子 哈哈 孩子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要踩你 他娘的还有这么不开眼的人毛掌齐了吗 站出来让我瞧瞧 这会儿 唐大少这家伙挺着大肚子 带着一群年轻人到了 跟着他一起来的还有林百墨 听到夜寒说起这边的事情后 唐大少和林百墨两人一个电话打出去 山海市的附加子得纷纷动了 在山海市有人敢踩夜少活得不耐烦了吧 小事而已 夜寒掏出烟来 给唐大少和林百墨 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几个年轻人 一人发了一根 唐大少和林百墨倒是坦然接下 他们身后的几个青年人有些受宠若惊 夜少亲自给他们发烟 这可是很多人都羡慕不来的荣耀啊 一个青年看到夜寒把烟放在嘴里 还亲自给他点上 夜寒说了声谢谢后 他看着五天旭淡淡地说道 还要和我比什么 能力 钱财 还是比身少 我奉陪到底 文言 五天旭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知道 自己小看了夜寒 原本以为夜寒只是一个会点功夫的穷小子 哪里想到人家一个电话就叫来了上百多号附家子的助威 论这种影响力 就算他在自己的老巢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一环 他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输得毫无颜面 唐大少看着五天旭不说话 顿时骂道 靠 就是这家伙啊 长得倒是人母狗样的 敢猜你 他当自己是江玉堂那样的猛人了 也他娘不照照镜子看看 孩子怎么处置这群家伙 我看把这些家伙 全他娘的扔黄浦江位于德了 自从杀过人后 唐大少说狠话也是带着几分煞气 听得五天旭几人心惊胆战 心里都后悔得要死 算了 一群学生而已 没必要闹得这么狠 夜寒摇摇头 如果是地下世界混的人 他可能会这么做 普通学生没必要如此 他不是那种试杀之人 林伯末这时看着五天旭几人淡淡说道 怎么 放你们一条生路 难道连句谢谢都不会说吗 谢谢夜少 谢谢夜少 听到林伯末这话 除了五天旭之外 其他几人纷纷惶恐地开口说道 他们心里发誓 以后再也不招惹夜寒了 这家伙太恐怖了 夜寒看着沉默不语的五天旭 说道我知道你心里不服 追求女人 我不拦着你 不过如果你认为强大的家世 能让你为所欲为 我只能说你太一想天开了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这世上比你强的人多的是 比我强的人同样很多 说完这话 夜寒看着唐大少和林百墨说道 走吧 咱们搁几个好久没有拒绝了 去辉煌酒店 行 正好我也想和你谈谈夜空计划的进度 林伯末笑了笑 随后唐大少一挥手 扯开嗓子大叫道 搁几个 走喽 辉煌大酒店 一听这话 上百多号人都沸腾了起来 一个个嗷嗷大叫地上车 开着车子嗡嗡地杀向辉煌大酒店 不过一些家伙 看五天旭等人不过眼 从车里面掏出扳手 把他们那几辆车砸了才走的 对于这些人的举动 夜寒没有去阻止 让这些家伙受点教训也好 免得他们到处欺负人 以后这些家伙 只怕再也不敢仗着家事去欺负人了 万一又出现一个像夜寒这样 扮猪吃老虎的角色 下一次 他们的运气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 看着那几辆绚丽的跑车被人砸掉 周围的人都心疼不已 不过今天这种阵势 总算让他们见到了什么叫做牛人 五天旭这群富家子弟很厉害 开着十几辆名贵的跑车 强势地碾压夜寒 讽刺 嘲笑 恐吓 各种手段纷纷用上 但是对夜寒来说都没有鸟用 一个电话打出去 上百号富家子弟 纷纷恭恭敬敬地前来 那场面 在山海市是很难见到的 因为以前山海市没有人夜寒达到这样的威望 如今 也只有夜寒一人能有这样的威望 在山海市 目前来说 夜寒已经站在了巅峰 就算对整个华东地区来说 现在的他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新贵 血手堂在他的手上接连败退 连江玉堂这个肖雄都带伤离开山海市 天宗会都不敢把手伸到山海市这边来 这些足以说明夜寒今时今日在华东地区的位置了 这些人都不敢把手伸到山海市